与主日信息中,日华牧师分享他有关七年大祝兰 与及被提的最新理解 并且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对与圣经描绘抹摄的经文 有着不同的理解 当中的转变不是我们的识经方法改变了 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 并且我们在圣经中尋找到指向我们的事情 也就是发掘出我们的角色 就是共同信息所提及我们成为真命天子的身份 也因着我们尋找到自己的角色 所以也脱离了过往传统教会的视点 也就是说,在早年我们仍然是传统教会的级数 以传统教会的视点去理解圣经有关末世的经文 因此,也都着眼在七年大灾难的情景 就是成为四马审判传地的景象 当时,以我们的理解 我们所能够做到的 就是在庞大灾难中 学懂如何面对和抵御这些灾难 成为不断保命走难的一群 并且在传统教会的思维 他们甚至认为 虽然启示录有提及被提的一群 但在整段七年大灾难中,也会有信徒成为两个无依人传福音 并且那时信主的信徒也要留在七年大灾难 直到经过最后三年半1260日之后 两个无依人也死了 主耶稣与千万圣者回来 并且天使吹着浩童 属回那些无死的信徒 他们会在山洞中出来 而七年大灾难才会告一段落 世界亦会迎来新天新地 这个就是传统教会所相信 最后被提的概念 这个就是第一个有关末世的层次 传统教会的层次 因为当我们仍在信仰中 视自己是信徒的话 自然会在末世经文中 投入信徒的角色对号入座 以为自己最后的光景 会变成他们的模样 也就是圣经所记载 平信徒在大灾难的光景 事实上在几十年前 石安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信仰上真是平信徒 因此只能够看到信徒的光景 虽然神最后呼召我们成为辛苦 但是在几十年前的时间点 我们的信仰仍是刚刚的开始 还没有资格成为辛苦 就好像一个小学生 也只会有小学生的程度 但随着这位小学生开始成长 几十年之后 他才可以成为教授 有着另一个身份 另一种知识水平 同样感 我们在信仰上不断跃进的时候 我们会懂得用另一个角度 另一个视点 甚至是另一个身份去看自己 就是明白到 原来圣经也有提及到 信徒分不同的级数 有些不需要经历整个七年大灾难 就是好像启示录十一章所提及 当圣殿完成 神就会收货 致圣所及圣所也会被提 唯独外院会流下来 给外邦人踐踏 所以当我们不断进步 理解我们自己是身父及同女的身份 就是大祭司及祭司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我们是在圣徒中信仰教好的一群 也就是与致圣所及圣所一起被提 只留下吴长俊的信仆 在外院经历最后的大灾难 这个就是第二个层次 而当日华牧师在信仰上不断进步时 神就让日华牧师明白到第三个层次 就是原来世界上 不是有千万教会可以成为圣所 在神收火时一起被提 相反 我们明白到 神在我们当中 建立历史上唯一的圣所 塑造出唯一的辛苦 亦就是真命天子的概念 而在被提前 亦是我们去带起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復兴 从这个角度看来 我们亦就是更进一步 将心踏入圣所与智圣所的分别 就是更深明白 原来同女及身父 虽然两者都可以被提 但与角色上 价值上 与剧情上 是天渊之别 除了因为经文所提及 圣所与智圣所的分别 也就是祭司与大祭司各种分别之外 启示录让我们知道 在被提后 已经是高阳的婚宴 从这个视点来看 我们就进到第三个层次 就是智圣所的视点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婚礼的仪式 是参照圣经的旧约习族 当中新娘和伴娘 姐妹团虽然是好朋友 但是在婚礼当中 唯有新娘是主角 而伴娘及姐妹团 真是忙着打点婚礼的一切 好让新娘能够专心一致 预备成为新郎的太太 所以同女是高阳婚宴的侍应生 他们需要忙碌于婚宴的大小事情 并且在中国古代婚礼的仪式中 新娘由梁家出门的时候 是赤脚不会穿上鞋 新娘是要由梅人背着上花轿 这个不穿鞋的仪式 其实就是对比辛苦的鼻涕 进到天国 于花轿当中 新娘只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享受当中的旅程 反而周族的所有人 就像同女一样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职责 包括有桥夫抬桥 有梅人负责打点一切 有仪仗队打锣打鼓 告知沿途所有人 新娘只是哪一个 并且今日就是大婚之日 而当到了南方家门 新娘也是由梅人背着下桥 之后才被鞋子着上 甚至通南方接新娘的时候 新娘只是在房内静静地等 但一帮姐妹团 就要负责挡住新郎和兄弟团 出一些难题 让他们不能轻易进去接新娘 所以从这些例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同女与身父的分别 也就是当我们以身父的视点 去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于抹饰的经文 有着另一种层次的理解 因为我们的角色不同了 我们不再单单是以信徒的角度 去理解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在同女的角色的时候 有着同女的进情 但当我们再进一步的成长 进到身父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有着另一个属于身父的进情 因为在过程当中 身父不需要好似同女一样 于高阳分宴中望得团团转 相反 身父只是需要在分宴中 享受当中一切美好事情的发生 因为在新郎眼中 身父在延迹中出现 已经是新郎感到最快乐 以及最重要的事情 也因此 对比启示录七年大灾难经文的 仇云惨慕 当我们待入身父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迎接末世的心态 对比其他教会 也变得与别不同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 从信仰的角色进步到同女的角色 再从同女的角色进步到身父的角色 甚至是指持一家的女院 所塑造出来的唯一身父 所以 今篇主日信息 又说牧师将会 在神最新的启示下 教导我们如何以身父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末世 让我们以真理去挑战 自己有着正确的心态 去迎接避体 与及高阳分宴的进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